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期节目是开教人在教义王,低花练习下集 课程的讲义也就是制度手册,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进入教牌座后,首先先设定今天要练习的排行 点选Dio Source,设定北加为开教方后点选限制 北加的排行为12到14个大排点,高花2到3张,低花2到5张 这里之所以设定黑桃跟红星最多皆只有3张 是因为我不希望北加去家教男家打教的红星 接着按加号设定第二条限制,限制男家的排行 男家为8个大排点以上,红星正好4张的排行 关掉Dio Source后重新发牌,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练习咯 首先是第一排 在一梅花一红星一五王之后 男家需要评估手上的牌值和合约可能走向 男家持有9个点,64而已6张梅花的排行 这一排的牌值来说蛮差的 9个点当中包含了一张单A 以及由困沟带驼的主要牌组 发展上会比较困难 基本上就是要塑料一个部分合约 在这里的话,由于持有6张梅花 同伴未支持红星的情况下会有3张以上的梅花 因此必须要塑料梅花,主打梅花的合约 在这里首先使用两巫王 请同伴傀儡3梅花 同伴傀儡3梅花之后 就可以直接派施就可以打到3梅花合约了 像这种6421的排行 假设是6张的是高花,而且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典力的话 是有可能邀请甚至直接叫成满贯的 但由于6张是低花,5低花的合约距离太远 而典力不足又不能够主打3梅花的合约 因此简单寻找部分合约就可以了 再来是第二排 在一方块一红星一无王之后 男嘉需要判断牌值以及合约可能的走向 男嘉持有10个大牌点4432平均牌型 这一排牌值上来说持有两张A跟一张长门花色的Queen 而且是Queen勾九的牌组 我认为牌值上算是不错的10个点 有邀请的资格 男嘉这里使用两梅花,傀儡2方块 同伴叫两方块之后再叫任何的叫品都是邀请的意思 这里由于是平均牌型 直接叫两无王邀请就可以了 同伴的牌刚好不会受邀 我们来看一下北嘉的牌 北嘉持有13个大牌点 5422的牌型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这里可以选叫两梅花或者是义无王 我的话会选叫义无王 原因是手上持有黑桃的Queen勾以及红星的King勾 你会希望保护这些大牌的千张 在做装打无王的时候 是比较好,庄位会比较好 而且持有低花也不太可能打低花合约 最有可能打就是无王合约 你会希望先抢定庄位 再来是北嘉这13个点是否受邀 我认为这13个点的品质会稍微差一点 主要牌组是勾带头的 而且有一些零碎的大牌 如果这张梅花AKing长成方块AKing 梅花跟方块的点力调换的话 我就会受邀了 因为明显有一门可以发展的牌组 因此在乔义上计算点力并不是唯一的根据 还要根据你的牌组品质 以及营顿可能发展的方向 来决定你的实际牌值 接下来是第三排 在一梅花一红星一无王之后 男嘉需要评估手上的牌值 以及决定合约可能的走向 男嘉持有八个大牌点 五四三一牌型 这里的话不可能打一局 也不可能邀请 因此需要决定合理的部分合约 男嘉持有五张方块 在这样的教牌过程当中 北嘉可能持有两张三张 甚至四张方块 因此两方块的合约 通常会比翼王的合约还要好 这里需要主打的是两方块的部分合约 叫法为先使用 奎雷两方块 同伴奎雷两方块后 直接派施就可以达到两方块合约了 这里对到了五三八张王的两方块 显然是比较好的合约 接下来是第四牌 在一梅花一红星一无王之后 男嘉需要评估手上的牌值和合约可能走向 男嘉手上持有15个大牌点 五四四零牌型 15点加上同伴的12到14 总计有27到29个大牌点 这一牌同伴如果在黑桃上没有浪费力量的话 是很有可能有满贯的 甚至可能会有大满贯合约 男嘉需要先叫出自己的牌型 再去做后续的试探 这里使用两无王 请同伴傀儡三梅花 同伴傀儡三梅花之后 男嘉可以明确叫出五四三一的牌型 请同伴评估是否有在黑桃上那位牌值 这里叫三黑桃 表示黑桃单张的五四三一 同伴会知道 男嘉持有的是五张梅花 四张红星 三张方块带单张黑桃以上的牌型 此时后续的变化比较复杂 我们直接来看两手牌 首先尝试第一种叫法 由于此时男嘉的三黑桃 有可能只是单纯不想打三无王 而想要去打五梅花的合约 也有可能是要满贯试探 所以北嘉其实不太清楚 男嘉是哪一种走向 以北嘉的牌型角度来说 北嘉持有14点高线 从照章的观点来看 北嘉持有A-King-King的三个照章 黑桃也有可能是一个照章 此外呢还有一个王吃方块的照章 北嘉几乎是持有顶端的牌 基本上这手牌北嘉自己可能就会想要打满贯了 很有可能对上男嘉一般一般的12个点 就有可能会有满贯 那我们来试试看如果北嘉使用四梅花 在我制度当中四梅花是询问关键章会发生什么事呢 此时在制度约定上男嘉会跳轿会叫五梅花 五梅花的意思是持有偶数章关键章 且有一门缺门 因此北嘉知道男嘉在黑桃上是缺门 而且持有方块A以及红星A 此时北嘉应该评估得出 小满贯是一定可以打的合约 但对大满贯其实是会有疑虑的 男嘉实际上持有的是想要满贯试探的牌 但假如说他的牌再更差一点 比如说这张红星King Queen少掉其中一张 北嘉就没办法确定这个大满贯是否能够成约 假设少了红星King 那很明显手上的红星会有一个诗凳 会没办法做任何的解决 可能需要偷牌 那如果少掉红星Queen同样还是会有一个红星的诗凳 因为男嘉并没有表达出他是想要试探的满贯的牌 如果他有表达出来的话 男嘉没有这张红星Queen就有可能持有方块Queen 可以利用方块Queen去垫掉手上的红星诗凳 再进行王吃就会直接少掉一个诗凳 因此北嘉叫到的大满贯很有可能是只有50%的大满贯 并不是非常稳定的合约 那北嘉这里的话虽然可以使用假设有这样约定的话 五红星比较像是要求同伴在持有红星King或者是Queen的时候去叫大满贯 但是这终究还是比较冒险的叫法 接下来试试看第二种可能的路线 北嘉评估自己的照章其实非常的多 除了AKingKing之外还有可能的黑桃A以及王吃方块的价值 北嘉是一定会试抢的 这里不可能停在三五王的合约 北嘉可以试叫四方块 直接要求男嘉往上前进 那此时男嘉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试叫红星 第二种是直接明确叫出黑桃的缺门 我觉得叫出黑桃缺门还不错啦 其实同伴知道你有满贯兴趣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摆出你的点了 再配合他手上的点力的话 这里我可能会选择直接叫四黑桃 由于前面已经告诉同伴黑桃是单张了 男嘉这里再叫四黑桃必定是黑桃缺门 让北嘉更容易去判断合约走向 北嘉在男嘉表达出四黑桃 而不是直接叫五美花的情况下 基本上会认为满贯已经掌握在手上 男嘉会先认定北嘉是三个以上的照章 那北嘉实际上持有的照章 原大于三个 这一排应该是铁定有小满贯 甚至非常有可能是大满贯 那北嘉这边就可以直接使用四五王 RKCP询问关键章 男嘉这里的话理论上有缺门 应该是要叫成缺门带两个关键章 也就是五无王 但这里的话由于已经表达过缺门了 实际上可以不用直接跳这个线位 去阻挡北嘉的叫牌 我认为这里叫五黑桃 两张关键章带王牌的Queen 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时候北嘉可以稍微判断一下男嘉的牌 男嘉持有方块A 红星A跟美花的Queen 只有十个点而已 那男嘉是很有可能又持有红星King的 不然他的点力可能不太够 这里北嘉可以使用五无王去询问 男嘉是否持有红星King 男嘉如果真的持有最差劲的牌 比如说红星AQueen勾 梅花Queen勾 以及方块仅有AQueen的话 这样的点力虽然有可能让他试探满贯 但这里他就会爆六梅花 表示未持有任何一张King 那北嘉可以再重新试着评估一下牌 但这里的话男嘉由于持有一张King 会在六线上爆出King的位置 这里男嘉会叫六红星 表示持有红星King 北嘉可以简单评估男嘉的牌 如果男嘉真的没有持有红星Queen的话 那他其实很有可能会持有方块的Queen 就可以利用方块Queen抛掉手上的一张红星诗凳 并且去王吃男嘉的红星诗凳 这个大满贯是一定可以成约的 北嘉几乎排不出男嘉在有满贯兴趣的情况下 又会有很难打的七线情况 因此这里北嘉是可以直接叫七线的七梅花 应该是可以轻松成约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们将会进入新的单元 开叫人再叫两无王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